你建议内银也是一个教戒的选择 比起心,10 好,这个朋友叫叶丽儿 他说有两只股份 现价值得买呢? 一只是939建行 另一只是由柱行 他问你这两只值不值得买呢? 现价 另外这两只当中 哪一只是一个教戒的选择呢? 如果你说从价格 有一个比较长的往迹的参考的时候 我就会看建行 因为建行现价来说 已经去到2016年中的水平 对应现在是属于超过6年的低水平 所以现在的股息率 都有去到8厘6 我自己觉得这个位置相对上 都会比较吸引一些 再加上有一个股价又是低过5元的时候 吸引的风险也不是很大的 当然可能近期来说 他曾经落到4.81这些位置的时候 可以考虑一下 看看有没有机会稍微低一点 4.89或以下才考虑入手 至于另外就是有储银行 有储银行的股息率是没有吸引的 现在大概只有5厘9 所以如果作为一个主要收股息的角度 来到去参考的话 可能建行会比较吸引一些 但是如果你从另一个方面去看 就是从股价的波幅程度来到去看 比如说有储银行的波幅是会比建行大 所以就视乎你考虑是赚息还是赚价 赚息应该就是选建行的 如果你博赚价的时候 才会考虑有储银行 最近这两个月就偏弱一点 7月其实跌了差不多17% 暂时8月去看的时候 都跌了有超过5%的状况 我觉得可以看看有没有机会 股价 比如是落回去4.8毫半 甚至是4.8这些位置才考虑入手会好一点